早安,今天是第三天 我參加了日程去白川鄉 現在要去集合的地點 在三明古屋站 我戴口罩是因為我昨天不停流鼻水 我怕今天很冷,我會再這樣流 嚇到別人了 好了,我現在要趕車先了 因為八點半要集合 現在已經是差不多八點鐘 但是我昨天去找路應該是OK的 我現在上了一天團的車 很多人是滿了的 那我們一會兒再見 現在去了中途的休息站 看到後面全部都是雪了 好開心啊 好遠的山脈 都是開始在船 旁邊全部都是冰 好滑啊 我這對UGG 會不會滑倒了 我現在到了高山市了 這個日程可以在高山市留三個小時 一出來竟然有賣種子的店 你這樣對我呢 不進去看著了 因為一會兒會回來這裏上旅入巴 所以就先過去那個招式 招式是收十二點鐘的 中午現在是十一點十二分 其實自己去旅行是挺爽的 因為你是不需要問任何人 你想不去那裏 想不去那裏 可以完全想去哪裏就去哪裏 你就會有一種感覺是 沒有依靠 就是你一定要剛才我拍下了車牌 拍下了我上車的地方 你要靠自己的感覺 我今天連Corn都沒有帶 因為我知道自己在旅遊車是會睡覺 我不想睡覺大Corn 所以大家就要忍受我這個小眼睛 這裏我除了飛駝牛很出名 還有他們說有個拉麵也很出名 但是我這個垃圾餵就吃不到兩樣東西了 二選一我怎樣都會選飛駝牛的 在河樓的旁邊就是宮村朝市 這裏會見到很多白色的帳篷 導遊說現在是蘋果的季節 然後飛駝的蘋果是很好吃的 我在想好不好買回去 給家人吃 我明天就已經回香港 有沒有人會買蘋果做手信的 日月火水木金 啊!金若比! 嗨! Thank you! 第一樣買的東西竟然是蘋果 然後我就到處未找到我想喝的牛奶 我看到很出名 我很想喝啊 我找到了就是這一款牛奶 我認得樣子了 其實我有點怕喝完會肚痛的 自己是喝不完一瓶牛奶 但是呢 每個人都說很好吃 我就很想很想試一下 180日圓 現在這麼早應該可以的 有時間給我肚痛的 嗯 它是沒有牛的鬚味 然後是有一個後韻的甜味 但是我就覺得沒有去到驚為天人的牛奶 它是很純的 都濃的 但是我覺得平時明治的那個 冰淫的牛奶都很好喝 啊!好累啊 我這麼早買蘋果 然後拿著全日這個蘋果 究竟我剛才的腦袋在想什麼的 我去了燒肉店那裡寫了名字 要等十張桌子 所以現在呢 就去這個郭芬寺了 這裡有個很出名的大樹 我後面這裡好像已經很多年了 好了 就是這樣繞完一個圈 現在我去了古街那邊了 燒肉要等很久啊 我還沒等到 因為兩點鐘要集合 我真的怕會趕不及呢 這個就是參加day tour的壞處了 那我就嘗試看看附近呢 有沒有吃其他的燒肉 因為我剛才去排隊是最出名的那間 但是實在太多人了 它不會因為你一個人而快點進去 它順著叫呢 好久啊 來到這間呢叫做 味之魚瓶 我全部的希望 就是在這裡了 好開心啊 又可以吃燒肉了 這裡完全不用排隊 如果這裡是好吃的話 我覺得 不需要等一個小時 是不是 全部都是飛桃牛來的 那我就叫了呢 他們最signature的一個steak 我看到還有一個set就是有 牛肉啦 有蕎麥麵啦 另外還有sukeyaki的 但是呢 它本身是跟我說說有一個105g的 我怕自己吃不完呢 我就叫70g就ok了 這麼快 好棒啊 神經病啊 百多元 真可憐 原來呢 它不是整塊的 是這樣分開一塊塊的 你看看 那些油花 哇 哇 看不看得到啊 看不看得到啊 哇 這個油香 我想讓大家可以聞到那個味 哇 看不看得到啊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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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加熱的 但是呢 就不是神戶牛那種融到什麼都沒有 它是油香啊 蛋牙 再加上融的那一盒 它的牛味不是極濃的 但是呢 是有一種圓圓不絕地砰出來的感覺 真的很瘋狂 剛剛那兩塊我有刻意把它烤熟一點 看看會不會熟了是硬的 不會的 它一入口那種爽彈油香 真的很棒 我現在是最後一塊 我其實應該是叫大的菜 我覺得還好吃很神魚的和牛 但因為神魚已經去了五年前的市 我不記得 總之一定要吃 吃完出來是大大大大大滿足 真的很好吃 二百元不用 是三千二百七十八日圓 連稅 我現在就想去吃一個 飛桃牛的壽司 隨便在街上吃應該差不多 看看究竟街邊吃壽司 能否比美到在餐廳吃燒肉的感覺 最後決定去回朝市 一定可以買這些壽司 它是一件四百八十日圓 兩件九百三件千三 我還是吃一件 試一下就算了 我要芥末醬油 好 拿了一張四 就可以去前面這裏 跟它說要壽司 這是芥末醬油 絕對可以不用試 它是有點韌 然後牛味不出 是滑的 但是跟剛才那種幸福感 擦天共地 是燒肉 我已經在白川鄉了 剛才走了去小巴站 二百日圓上到展望台 就可以看到大家平時上網看到的那個景 那就在我面前啦 我上了一個再高一點的地方看 更漂亮啦 看完後面的雪山 還有整個白川鄉的合掌村 真的到此一遊 拍完照 我就走下山 因為不想坐巴士 之後又可以節省二百日圓 下山是比較容易的 應該十分鐘左右就下到的了 都是沿著馬路下面 就是合掌村 那我就打算五點鐘集合之前 找那個拿個獎的布甸去吃 對了 昨天我吃了個很好吃的布甸 這個拿了金獎 是不是會更好吃一點呢 我現在就去找客 它已經關門了 就是這間布甸之家 下次吧 下次要早點來才行 好了 拜拜 留些遺憾 才有下次再來的原因 沿路的風景呢 是超級漂亮 你會有一種很純潑的感覺 我在同一個團 認識了一個香港的姨姨 所以我們結本同行 回去找一輛車 回來市區走了一會 我就決定吃雞翼 去到明古屋 沒有理由不吃這個雞翼 我覺得 簡直是遊客必做的東西 我就點了一個人五隻 一個standard的味道 然後呢 就點了一個蔥的飯 然後呢 終於今天第一次 喝酒啦 超級多蔥的飯 很棒 今生日不是吃蔥的 所以我自己一個的時候 可以點這些 可以堵落落的 明古屋的東西 我就要試一下它是不是真的這麼好吃 它是有種甜甜的 跟著像胡椒的那種味 是很香口 渣度是不會油膩 裡面很juicy 又不是說去到很多肉汁的 但是不乾 它外面是乾身 跟著裡面是還有肉汁的那種 圍花五元隻我覺得是很划算的 超級搞笑的 走回酒店的途中 我被樓下這個圖吸引了 好想吃蠔 所以我就來了這間 好像叫蠔巴的地方 Hi, Arigato 這個是番茄的沙華 平時我是喝開檸檬沙華 或者是土的沙華 或者是Calvis的沙華 第一次聽到有番茄 他說好喝 它的味道就是我們平時在飛機那裡的番茄汁 再加上一些酒精的感覺 嘩 嘩 真的好大隻 超誇張 扇背是整隻手這麼大 他跟我說是大尺寸 我還覺得平時有些可能大一點 我沒想過是長過我的手指尾 超誇張 它是熟的 所以呢 我這個小小的宵夜 就是這裡五個海鮮 哇 好幸福啊 超濃的海水味 是比較大鹹的 爽身的 還在出煙的 熱烈烈烈 我還是喜歡吃山很多 沒錯 看到這個畫面 這個旅程就完了 我都不算買了很多東西 Total呢 這裡是一個寄窗行李 一個手持的行李 我這一袋裡面是沒有戰利品的 都是電腦啊 跟著相機啊 那些東西 唉 有四個蘋果在裡面 就是我在高山買的四個蘋果 我發現在明古屋的市區 來機場呢 是超快 我10點8左右有check-in 然後現在11點50分 已經來到機場了 是一個小時左右 我還要中間轉了一程車 拜拜明古屋 我會再來的 我喜歡了這個地方了 我喜歡整理一下 也不給我的 我喜歡那些地方 我喜歡整理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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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遇到 然後都不能買到 我可以丟臉 然後你應該可以丟臉 我們可以丟臉 再多點 但是我可以丟臉 自己的家人 我喜歡的 我可以丟臉 我可以馬屁 吃飯 那不會 在我 отдель 有哪個漂亮 感谢观看